Let's go Hi my name is Guy Ewan,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Hi my name is Guy Ewan,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 Hi my name is Guy Ewan,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 I or pouco,今把東西放在一起 i把東西放下 I can see I got he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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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就是這兩支G-SHOCK手錶啦 那我舊的那一支在四年前之內的 就是這兩支G-SHOCK手錶啦 那其實他們是一模一樣的 我只是想要更新一下我的手錶啦 因為我舊的那一支藍色手錶有點故障 它的指針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它已經陪伴我四五年了吧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我上一支那支影片也分享的影片 那個只是一個歡樂開箱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個 也是一個歡樂開箱 分享一下這兩支G-SHOCK的電子錶 好 就是這兩支G-SHOCK的電子錶 這兩支是全電子的手錶 那我之前在四年前買的那一支藍色的手錶 就是在我四年之內拍的所有影片 我戴的那一支藍色的手錶啦 它有點故障啦 它是半機械半電子 就是有機械指針 但是它也是數位控制的 反正那這支手錶有點故障 那我有在想 到底要去修它還是直接買新的呢 反正我們現在有兩支新的手錶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怎麼樣咧 所以這兩支的型號是GBX100TT 這兩支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手錶 那我們就只是顏色不一樣 那我們就稍微打開來看看 到底長得怎麼樣 所以一樣盒子裡面有保證卡的說明書 所以一樣盒子裡面有保證卡的說明書 所以一樣 接下來就是G-SHOCK的酷炫的石頭盒子包裝 接下來就是一個真材實料的鐵鋁盒子包裝 接下來就是一個真材實料的鐵鋁盒子包裝 接下來就是一個真材實料鐵鋁盒子包裝 鋁盒子包裝 這個手錶是灰色的 它不是白色,它是灰色的 我特別找一個灰色的 因為我不太想要白色的用髒 那這一支 這一支這個是灰色的手錶 它的錶帶是灰色的 跟我桌子的白色不太一樣 就是有稍微一點灰灰的顏色在裡面 然後我們稍微來分享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錶帶真的非常軟Q 比我舊的G-Shock都還要軟Q非常非常多 然後它的錶帶這裡 我也特別找了這一款 像是有雙扣環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怎麼講 反正它是一個H型的扣環 扣啦 然後它可以有兩排的扣環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穩定 那這一支呢 就是我們 OK那這一頂 OK那第一支這一支手錶 好累 OK Nee WTF 好